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延也没看 随手就点下了播放 随身听里头嘀咕一响 调查清脆温明 富有节奏的打击乐伴着古典 眼前的诗群也越发近了 男人低着嗓子 带着几分尖锐又有点婉转的声音 响了起来 李延小腿压低 发力冲进黑压压的诗群 身上风衣 手中还龙 除此之外 别舞踏舞 不过 对付这些东西 足够了 古典炸开 干哑男生呐喊出来 声陷粗糙 风格怪异 有点老民调的意思 更有一种带着精卫的嬉笑密码 而李延的胸口 原本哑伙的混沌纹身 却重新焕发了生机 两枚椭圆的金色小盘被李延丢到空中 旋转着 化作两名黑色族青 都有百分之六十八的窝刀专精 还龙从一名活尸的后背透出 李延借着冲进 攻不下腰 曲折九十度的左膝盖 蹬地发力 手掌拔出剑刃 旋拧腰身 还龙争鸣极笑 在空中滑出一个银亮的大弧线 身前四具活尸 被还龙拦腰斩成两截 尸块纷纷落地 却毫无血肉质感 而是露出了里面的黑色竹条和碎烂纸条 纸 低头用老的还龙 摆荡扎进一具女活尸的喉咙 李延倾台见柄 渐渐一扬 刺破女活尸的下巴 穿过天灵盖 眼看女活尸不再动弹 李延定睛朝她脸上看去 白纸面 黑眼点 红唇角 脸颊腮红 不正是一具纸人 两名阴气森森的黑色族青 站在李延身后 眼睛冷漠 盯着眼前大概上百人的纸人尸群 磅礴的凶悍味道 从李延蔓延开来 纸人群一时间 进退为故 白鬼退避 凶 镇压物效果完全没起作用 暴躁尖锐的引擎声影响彻深夜 李延也为之一愣 滚水浇雪球一般 活尸匆忙的朝两旁退开 四眼的车灯 晃得李延一闭眼 白色的面包车打着柄子横冲直撞 连着先飞几名指人活尸 更不知道多少指人活尸撞倒在车下 打滑的轮胎甩出两米多高的碎竹片和纸线 车上蓝色喷击的随时停车 粪外眨眼 引擎和轮胎打滑的声音 听得李延直皱眉 手指按住索尼随身听的夹字剪不放 颓废男人的嘶吼声音越发响亮 十七八个肌肉隆起 五官腐烂的恶汉掀开车门 鱼罐而下 一个个体型矮状蹲视 手里拿着铁鲜 尖锄头 甚至砖头 血红色的瞳孔充斥着残忍和凶暴 李延想也不想 拿出从骷髅纹身男那里抢过来的二PK轻机枪 扣动扳机一缩子抽了过去 弹壳叮当落地 众多恶汉硬生生顶着一轮弹幕冲了过来 身上破损的地方 同样露出了红色的竹架和粘连着的纸片 也是纸人 黑夜游业者 对一切血肉生物进行镇压 镇压效果 攻速削弱50% 对方逃跑时 移动速度削减50% 沾血的黑色铁鲜在地上拖动的声音 在密集古典和贝斯声音中 愤外鲜明 中年男人正唱在兴头上 通报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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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中年男人油滑又酣畅淋漓的嗓音当中 严妇给出的所有镇压效果都变成了问号的字样 中年男人 啊不 两眼干咳两声 拿枪做事的开口 好像是在模仿厂里领导的大会发言 啊 这个同志嘛 本质商还是不错的 最前头 桀骜的矮状恶汉 狂吼一声 抡起沾着脑浆和鲜血的铁仙 朝李延肩膀轰去 李延进步上前 还龙长剑 去点矮状恶汉的手腕 剑刃成功刺穿过去 没等李延放松 一股无可阻挡的暴力 传到李延的胳膊 他身子一顿 卸去不少力道的铁仙 排在他的左肋骨 好学没把李延一口老血轰出来 好笑 李延忍着气血翻滚 抽回还龙长剑 他手上一抹一番 虎头大枪如同白金色的流星一般刺出 把恶汉的头颅戳了稀巴烂 恶汉的身体摇晃了一阵 软软瘫倒 众多恶汉狂吼着一涌而上 在架子谷和贝斯轰鸣当中 这首歌也达到了高潮 沾血的铁锄 凶狂的肌肉 喷蓝漆的车牌 古朴的汉剑 冷峻的双眼 明灭不定的满天星彩灯 天空中焦黄人脸扭曲 这阴森可不怪异扭曲的午夜 被颓废中年的嗓子彻底点燃 两名黑色族青武士淹没在恶汉当中 李延虎头吞刃 豪光暴射 与枪头击打在一起的铁铲和尖锄 被硬生生撞碎 枪冲崖 也有恶汉扔出了手里的铁狼头 甚至红砖头 只是没等打在李延身上 就和枪杆周围凭空出现的几片白金甲片 一起撞碎掉了 刚身 底骨和通通骨 四短一长 短促有力地击打着 李延抖起枪杆 逼腿众多活尸 脚下一个验刑步跟进 压手腕舞动长枪 顷刻间虎头吞刃乱舞 一时间 黑色碎纸片 满天飞舞 霹雳啪啦的竹架子翠折的声音 更是不绝于耳 李延提起一口气 一个圆轮出手 虎头大枪势不可挡 撞过几名恶汉膝盖 节奏铲和三脚铁 一起瘟鸣 恶汉大头朝下撞在地上 摔得满脸开花 枪头砸在地上 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不见 李延不过全身酸痛 从印记空间抓出环笼 朝着几名拎着破铜烂铁的恶汉冲去 一名戴着大颜帽子的恶汉 张开双手 抓向李延的环笼 手指都被割断几根 却封住了李延所有的剑路 两眼呐喊着 李延天马行空的松开剑柄 身子下蹲 俯冲翻滚 八卦掌 夜地穿花 便招 戳脚里的鸳鸯扣 脚头踹在那名恶汉的裤裆 借着力气在他双腿之间一蹬 后背蹭着地上的黑色油蛙 划出一道脱痕 中途手掌抓住自由落体的剑柄 左手撑底翻身 剑光荡成一片 斗剑母架 夜火燎原事 一颗被打烂纸皮的红烛架头颅滚动着 撞在李延的脚面上 李延轻盈站起 他面前还有两名恶汉 手里撕扯着黑色族青武士的大腿和胳膊 直到两名武士不成人形 三人钉字站着 一时无言 随身听李的鼓声慢慢低沉下来 牛铃一响 恰似巨人阔步而来 鼓点灯灯灯灯 再次澎湃而至 李延深吸一口气 两名恶汉 齐齐扑来 随身听李 男人长嚎一声 滚圆的血竹低落 李延半跪着 身后七零八落 竟是残肢断骸 他抹着嘴角站起身子 满身的伤体怎么也掩盖不住 可是周围 再没有一个活时还站着 而眼前的镇压物教堂 则变成了一片问号的字样 随身听 沙沙响着 兄弟 你觉得我唱咋样啊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净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